第四十七集 宁心脸颊上的笑容越发的甜美 本来是很有气势很有派头的一句话 却因为宁心的容貌像是在撒娇 宁心把镜子移开 世上也不能事事都随自己的心愿 宁心如此的安慰着自己 抱琴低头忍笑 伺候宁心一段日子了 她偶尔看到宁心对容貌 对声音的纠结郁闷 低头为宁心压下裙摆 小姐不喜欢因为容貌被谁怜惜 可轻力娇美的容貌 是个人都爱看 即便不同于昭蓉县主的娇艳 但男子女子都更喜欢小姐 走吧去看看二表嫂 是 即便世上有诸多的不如意 可宁心的日子也得继续下去 容貌是父母生的 改变不了 宁心唯一能做的 是过得比任何人都幸福 以此证明 她不需要旁人的怜悯 宁心走出客院的时候 恰好碰上了李明锐 她浅笑地问道 你也去看二表嫂 李明锐嗡了一声 宁心的笑颜让她心底一热 不枉她提前半个时辰 在此等宁心 好巧啊 宁小姐 一起走 宁心点点头 看了一眼旁边踩歪了腰的小草 笑着说 小草可真可怜 啊 什么可怜 李明锐表示不解 呆头鹅很可怜 小草更可怜 宁心迈步向前走 李明锐看了一眼草地 呆头鹅说的是她 不可怜 呆头鹅愿意等她 喂 还不走啊 宁心背对着李明锐 嘴角慢慢勾起 从来没有一个男人 这样蠢 蠢得很可爱 蠢得让她的心底 涌起一丝丝的暖意 无论是她的丈夫 韩王 还是鸭子大韩 他们都不会像她一样 李明锐迈开大步 几下子就追上了宁心 憨厚笑道 我 我 你是想问陛下 什么时候会找你 宁心侧头 看了李明锐一眼 当看到她脸上的惊恶时 我猜错了 李明锐红着脸 摸了摸袖口 我 我 我想送给你这个 呃 殿下是不是还记得我 不是很重要 宁心愣了一会儿 从李明锐的手中 接过雕刻的很精美的印章 他习惯的对话方式 被李明锐打破了 单纯只是送他东西 不是找他出主意 不是找他出主意 不是试探他 不是同他商量大事 甚至不是调侃地受用他 印章热得发烫 宁心的手臂 有一阵阵的酥麻质感 心底也荡起了一层层的波纹 你 你怎么会想到送我印章 送我印章 指尖划过宁心的名字 是你亲自雕刻的 李明锐的脸颊更红 一刀一刀地雕刻出宁心的名字 他的手指无数次地轻浮过这两个字 在鸡血石上刻出这两个字的同时 在他的心上 一样刻上了这个名字 李明锐眼看着宁心将印章钻在手中 认真说道 我只能买得起鸡血石 再下一次 我送你和田玉的印章 一辆和田千两黄金 最好的和田玉很难得到的 宁心的手指一翻 印章精准地落入口袋中 李明锐没有被宁心吓到 等着 我会送你 宁心抬眼 他自信满满的样子 还挺精神的 他漆黑的毛子 呈现淡淡的金黄色 这是韩帝人特有的 你真不像在京城出生的人 对了 你有没有找到宗族 母亲其实是不想让我去找他们 那你怎么会想着 把他们的灵牌带进京城 母亲虽是没有说 但身为人子 也能布置他们的医院 宁心和李明锐 一前一后穿过走廊 宁心的脚下顿了顿 李是国姓 十几年前 威武伯爵斧 还不像是眼下这般光景 即使你父亲能同大舅舅相交 我猜测 他的出身一定是不错的 威武伯可是长了一双势力的眼睛 若是没有十足的好处 威武伯绝对不会同李明锐的父亲 定下儿女婚约 李明锐摇头 你的意思是 让我找贵重之家 不会的 从他们口中 我不觉得李家宗族 是很显和的 宁心眨了眨眼睛 前面已经是太夫人 除世的院落了 来往的下人更多了 李姓的贵重之家 没有几个 你父亲到底是出自哪家 我不清楚 可我有个建议 你不要找如今 还很显和异常的贵重 落寞一点的家族 才有可能是你的根 其实还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 你扬名立万 李家的人自然会来找你 如果李家 也是个逐渐衰败的家族 那么李明锐这样优秀的子弟 会是家族 重新振兴的契机 李明锐点了点头 随后又摇了摇头 面色有几分的委屈 我 我的好运气可能用完了 这简科 怕是不能高中啊 你就没有想过 齐王世子 没有 宁心动了动嘴唇 笨蛋两个字 在口中转了三圈 没有出口 眼前身材高大 憨厚老实的人 是不会走捷径的 以前这样的人 是宁心手中 最好用的棋子 可如今宁心 改为替棋子操心了 他的脑子里闪烁着两个字 报应 也许他上辈子 坑得老实人太多了 这辈子 他才会对李明锐格外的维护 甚至可以说是保护着他 我不是说过 科举是为陛下选才 陛下认为有才的人都会高中 这么说 陛下等着我科考 宁心点点头 眼里闪过一缕的嫉妒 上上下下 仔细地看了看李明锐 希望世子就不用说了 你们之间总有一些 我不想打听的往事 可陛下 陛下是真的看中你 才会等你科举 似你一个 任何人都挑不出毛病的出身 尽是吉地 或是状元 榜眼 探花 任意一个 李明锐的根基会很稳很稳 也许当今陛下 不单把李明锐 当作监视齐王世子的人用 也有可能 陛下会重用李明锐 陛下和世子 你选哪一个 宁心望向李明锐的毛子 李明锐一本正经地说道 大丈夫一诺千金 世子殿下 宁心转身进了院门 韩王上一辈子 就缺这么一个人 父亲的忠诚 给了大唐 而不是给了他 进门后 宁心看到楚氏 汪氏的脸色都不太好看 完全不像是 娶了高贵的儿媳妇的 欣喜样子 宁心屈膝 外祖母安 大舅母安 二舅母安 楚氏勉强露出一丝笑容 新丫头 坐吧 李明锐随后走进来 拱手道 太夫人安 楚氏愣了一下 他们两个 一前一后地进门 若是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他们是来见李的呢 楚氏看宁心的打扮 虽是没有抢新娘子的风头 可宁心只要站在那里 旁人很难移开目光 这丫头身上又平添了一股难言的魅力 昨日多亏了李贤侄招呼齐王世子 我的大孙女命苦 谈上这么一个丈夫 若是没有你 昨日带走齐王世子 这指不定会闹出什么事来 楚氏指了指旁边的椅子 李明锐顺从地坐下 宁心不由地猜测 王月如偷情的事情会不会告诉楚氏 楚氏今日脸色不好看 是因为王月如 还是因为昨日婚礼上的闹场 也难怪楚氏心情不好 本应该很隆重的婚礼草草的收尾 不对 宁心的目光 扫过楚氏身边放着的盒子 这是放原怕的盒子 若是真如齐王世子所说 成了公主给王继玉用了药 这原怕上是不会有落红的 楚氏不会想到 是自己的孙子有问题 那么只能是薛珍 他是不贞洁的 再联系到薛珍低价伯爵府 楚氏不怀疑薛珍 那才奇怪呢 二少爷二少奶奶到 宁心闻声看去 王继玉携同薛珍进门 薛珍今日打扮了异常名艳 绣着有红牡丹的乳裙 穿在他的身上格外的适合 那一簇簇红得药木的牡丹 栩栩如生 并同薛珍并肩的牡丹花 交相呼应 一只八宝 粘珠拆 压着高耸的发际 珠光柔亮 衬得薛珍的脸庞 更显得白皙 薛珍如同贵妇一般 光彩照人 而他身边的王继玉 却显得没精打采 微微发青的严谨 表明他并没有睡好 见过祖母 见过母亲 薛珍和王继玉 并排跪在楚氏面前 楚氏担忧地 看了一眼孙子 若有所思地 看着孙侄女 他的手 不由地拍了拍身边的盒子 平缓地说道 昨日你们也累了 薛珍淡淡回道 他是累了 祖母 喝茶 喝茶啊 王继玉慌忙中 端起身边婢女 捧着的茶盏 递给楚氏 今儿看您的气色极好 祖母比寻常 年轻起码十岁啊 随着王继玉的奉承 楚氏若有所思般地 接过茶盏 莫非问题出在爱孙身上 可爱孙十二三岁 就有丫头伺候 怎么会在新婚之夜 出了问题 薛珍端起了另外一盏茶 敬给楚氏 温婉贤淑的仪态 让旁人挑不出任何毛病 她声音清冷 祖母 有茶 王氏的火气压不住了 儿媳妇 你这是什么态度 你可是晚辈 母亲 先别急 儿媳一会儿给你敬茶 你 你别以为你是县主 就可以目无尊长 即使入了王家的门 你再高的身份 也是晚辈 你要守我们王家的体统规矩 你平时狂妄的坐牌 王家容不下 面对薛珍平淡无辜的眼眸 汪氏更显得烦躁 以前有多喜欢薛珍 如今面对可能不贞洁的儿媳妇 汪氏就有多恨她 长辈训教你 你摆出这个样子 是不服还是怎的 薛珍水盈盈的目光 投向王继玉 柔柔幻道 相公 王继玉的脸上 完全挂不住了 早知晓人士的他 自然明白 处子会有洛宏 原怕上没有洛宏 并非是薛珍不真解 而是 而是他那活儿 根本就硬不起来 昨夜本是好好的 可王继玉 偏偏在临门一脚上 掉了链子 试了很多种办法 可王继玉 就是无法 进入薛珍的身体里 这对一个男人 似风流 怜香西域自居的男人的信心 是极为严重的戳伤 好在薛珍在一旁 安抚王继玉 并未因他无法行防 不把他当成男人看 王继玉 是很感激薛珍的 他不是没有想过 在原怕上作假 可薛珍却对他说 祖母和母亲 那般疼爱他们 在这件事上 不好欺骗他们 他们一定会体谅 不会过多的责怪 薛珍的婉约 薛珍的善解人意 让王继玉 喜欢极了 也满意极了 虽然无法完成 最后一步 可王继玉 对薛珍多了体贴和温存 清早亲自给他调腌制水粉 亲自为他化霉 薛珍没有嫌弃他 可他的祖母 母亲 明显是在嫌弃 怀疑薛珍 王继玉焉能不怒 薛珍是帮着他背黑锅 若是不帮妻子说几句话 他就真真是算不上男人了 王继玉对汪氏叫嚷道 母亲 您说的是什么话 娘子怎么了 她瘟瘟高贵 大方娴熟 哪一点不守规矩 哪一点瞧不起您了 难有一点轻狂之色 有娘子这样的好媳妇 您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换个人家 不说疼娘子 弱女儿 起码也不会在第一日 给他训斥难堪 请求母亲看在儿子的面子上 多疼爱娘子 她是儿子的命啊 她身情款款地握住了薛珍的手臂 她不高兴就是儿子不高兴 她的敌人就是儿子的敌人 她生 我生 她死 我亡 母亲疼惜她 爱护她 就是疼惜儿子 爱惜儿子 汪氏惊得张大嘴巴 呆呆地出神 王继玉的指控 对她的打击 不是一般的大 汪氏这辈子 就指望着王继玉 可疼了这么多年的儿子 为了一个不贞洁的儿媳妇 忤逆她 汪氏怒道 逆子 婆婆 不用上相公 薛珍侧身挡住了汪氏 如此紧要关头 薛珍还不忘 向王继玉 头以深情的微笑 后背 生生地挨了汪氏的一巴掌 薛珍摇摇头 没事 我没事 王继玉 眼看着可怜的妻子 在母亲的淫威之下 颤颤巍巍 她从地上 一跃而起 将薛珍搂在怀里 对抗汪氏 失望地说道 母亲想要逼死儿子吗 您再动娘子一下 儿子一头撞死在您面前 我真是为了谁 为了谁呀 逆子 养大了逆子 忘了娘 汪氏泪流满面 心痛地哀嚎 王继玉低头看着薛珍 轻声说道 别怕 有我在 谁伤害不到你一根寒毛 薛珍的眼睫轻颤 虽然他是故意 挑起汪氏的火器 让汪氏被他最疼的儿子 伤得体无完肤 让汪氏痛苦 他也算是 报仇血恨了 可王继玉 同薛珍 记忆中的那人 有了太大的差距 相公 婆婆不是故意的 相公 不能同婆婆这么说话 薛珍含泪 劝着王继玉 他伤了你 就是伤了我的心 正儿 我会保护你的 宁心 看着王继玉 和薛珍 深情款款 喵倒 沮丧失落的汪氏 真是活该啊 生个王继玉这样的儿子 还不如养条狗 没脑子不说 还忤逆父母 宁心垂下了眼瞼 薛珍为何 像是同汪氏有仇一般 他操控这场母子冲突 到底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夺得 主持中愧 打理术卧的权力 还是他故意 想让汪氏 因为爱子伤心 宁心听到王继玉 一声哀嚎 忙抬头 李明锐 是李明锐 只见李明锐 先是一巴掌 拍在王继玉的肩头 王继玉的身体 立刻垮了半边 不保留力气的李明锐 一巴掌 就能将王继玉的胳膊拍下来 王继玉不喊疼 那才叫怪了呢 李明锐将王继玉 像是提小机子一样 提到了跟前 全心依靠王继玉的薛珍 猛然施了支撑 身体亮强了一下 好不容易站稳了 薛珍也被暴怒的李明锐吓到了 你 你放开我县公 不忠不孝 不仁不义 李明锐提着王继玉走到一旁 将王继玉的脑袋 按在铜盘里 我让你清醒清醒 李贤侄 放开玉儿 你 你这是要呛死他呀 汪氏顾不得哭了 快步走到王继玉的身边 敲打着李明锐的肩膀 放开我儿 放开我儿 好